它真的有點香味 所以我給它30分 我發現了一些好東西 他們瘋狂減價之前要三步 現在只有90p 雪人仔很可愛 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這個呢 現在90p 全部 全線90p 這個 都是90p 這個味道還是兩磅 好像很漂亮 很漂亮喔 都買回去試試吧 過了聖誕節才行 有沒有氣氛呢 普通吃都好像好吃 氣氛就是 包裝當然很有氣氛 我買了三盒 我買了這三盒 今天呢 我們會做實測了 我買了三盒 超級聖誕的 甜品 餅乾 Cupcake 麵包 如果要我選擇呢 我會覺得這個是最容易的 哇 這個最容易的 但是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 我還沒做過 也是一個挑戰 然後第二 就會是這一款 這一款 這一款是Cupcake 我相信都應該不難的 這個我覺得有點困難 我特地看了一些相似的YouTube影片 去學一下究竟是否這樣做 但是因為這個做的時間要久一點 其實已經八點鐘了 所以我們會有難度挑戰 先做這個 在去攤兩顆鐘的時候 我們就再做這個 或者這個 看看誰可以做得到 成功了 成功了 它只有三樣東西 看來是麵粉 它又不寫什麼是什麼 那別人怎麼做呢 好 這裡有一個East 要80ml水 暖水 這個 這個呢 就是 Icing 然後就是 巧克力 然後最後呢 就是這個 做麵粉團 那個 粉 它已經 是不黏手 是不黏手 還有呢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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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把牛油溶到剛才的朱古力粉上 這樣就會是一個朱古力醬 原來塗上去之後 它有變硬了的感覺 開頭都很薄 這樣 好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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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然後這裡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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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然後 反過來 哇 肉酸到 哇哇 有沒有像 這個是Short Bag 然後要熱烤焗爐200度 然後 把裡面的魚拌粉 倒在這個混合鍋裡 然後就加入 已經攤凍了的 Unsorted 牛油 然後就好像我們做 Scone 這樣 搓搓搓搓搓搓搓 令到它變成一個粉糰 搓到它大概有5mm的厚度 材的這個圓形出來 其實要什麼材呢 我有些大有些小的 其實都 如果大的 我可以用自己的 小的 我就真的要材了 因為我沒有小的圓圈 那就是兩包粉了 一包就是寫著用來做糖霜的 即是面子那一層東西 哇 好大包 好 它連這些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這個就是它的麵粉 裡面呢 裡面呢 裡面有說身體 那就是我要剪爛這個盒了 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雪人的身體 和雪人的面 如果我用這個做身體 其實都可以 那我先剪下的面子 我覺得這個不錯 應該是簡單的 而且呢 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玩 那我就用手了 用手把它搓成好像 一個麵包糠的狀態 這樣吧 這樣就已經很滑 很滑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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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個頭 出來了 這個 放入去烤12分鐘 烤12分鐘 那同時間 我們正在烤的東西 這個就是 有把糖上 不知道是否用得到 30秒了 那來把它攪拌一下 你覺得我現在用了多大力? 狗牛耳虎之力 有點溶了的雪人 你看它的邊緣多不滑 它好像碎開了 好慘 好熱 這裡剩下一些 碎掉了 我猜不到這個 會弄成這樣 如果大家是弄餅高手的話 不妨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弄成這樣呢? 然後另一個呢 就會在這裡 噢噢 這個雪人變了型 這個反而好像有些 可以 像什麼 這樣吧 好嗎? 有香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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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次我們買了3個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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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人仔 還有這個 可說 完全失敗 我覺得這個是最容易 這個是最容易的 這個我想也有做到三十分的 有三十分的 我想它應該好吃的 始終也是巧克力麵包 至於這個雪人仔 雪人仔出了很多錯 雖然他們的樣子都蠻可愛的 不過這個好像幽靈一樣 然後這個又好像米芝蓮豬一樣 剩下這一盒 等下一次有朋友過來的時候 就跟我一起再挑戰 希望到時候成功 多謝收看Vlogmike聯成 Lion Project的特別版 Bye Bye 它真的有點香味 所以我給它30分 而且它有做到金黃色 按下去好像很軟 要不要我撕開一塊 嘩 嘩 好熱啊 嘩 嘩 嘩 是多好吃啊 我調整它的分數 因為它好吃所以有40分 都會做到它的 旁邊 嘩 嘩 就是